就是那是一個週末 然後有一個50幾歲的媽媽 她是被她的小孩子 就是週末小朋友回家 然後去看到媽媽 被她媽媽拖來急診的 然後她外觀看起來是滿正常 她主宿說肚子不舒服這樣子 然後她原來是在家裡 然後小朋友就來陪媽媽 然後就發現媽媽好像 一陣一陣就會摸一下肚子 然後就問她說有沒有不舒服 她說好 就是偶爾會這樣子 可能是變密法 就偶爾會痛一下 脹一下這樣子 然後小朋友就很緊張 就覺得 平常都沒有顧到媽媽 就原來媽媽不舒服那麼久了 所以就趕快帶到急診 那我一看她摸一摸 也沒有哪一個點說特別痛 她就是一直 她就是覺得 她說 那我看了一下她的 過去病史完全沒有 所以她是 這樣子 然後 對 急診室當初診 對 然後我想說 那好吧 那我也不能拒絕病人 那你既然來了 我就幫你檢查一下 所以我就幫她做一下基本的 因為她都沒有看過 所以我就幫她做基本的 那後來我就開始去忙其他的病人 那中間差不多時間了 我就翻她的報告 抽血完全正常 沒有瓶血 沒有發炎 糖分 肝生功能 什麼都正常 小便也乾淨的 可是她的S光看起來就是怪怪的 因為我們肚子裡面有腸子嘛 所以照理說 腸氣是到處會有分布 但她的 那你要去推說 有東西在那邊把腸氣往上面推了 所以下面有一個東西這樣 所以我就跟護理師說 這個在哪一床啊 我找她一下 我做超音波 結果有個護理師幫我打針 就說 她說她只要抽血就好了 她什麼都不要 然後她說她也不要流點滴 然後就走了 因為她在附近的咖啡店 跟她的女兒 因為孩子們來找她敘舊嘛 所以在那邊喝咖啡 就護理師就很生氣啊 我們也覺得說 那你沒有尊重急診的規矩嘛 你急診病人就不能離開嘛 然後護理師就說 田醫師等一下她回來的時候 讓她再看下一個醫生好了 我是這麼想沒有錯 是應該要懲罰 可是她 是應該要懲罰 因為她沒有 對 可是她有問題 萬一下一個醫生沒有 我沒有想到我想的 所以她回來說我念了一下 結果做了超音波之後發現 她有一個快20公分的腫瘤在下 20公分超大的耶 對 20公分 而且從那個腫瘤看起來不均質 我們很怕看到不均質的腫瘤 表示她可能是癌症的機會很大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她說 妳要再挨針了 妳剛剛那個點滴沒辦法 我要再幫妳做個電腦斷層 所以我們再挨針 結果做了電腦斷層就發現 然後骨盆腔都有一些 有一些那個水 看起來不是很乾淨 表示可能骨盆腔裡面都有轉移了 之外 肝臟也有好幾顆 可是這病人外觀不像 然後他們家屬也是一整個很錯愕這樣 所以我又再幫她加驗了腫瘤標記 然後叫她一定要回婦產科看 然後她就說我生完小孩之後 其實我有在追蹤 我都有做子宮頸抹片檢查 我說子宮頸抹片檢查不算 妳又沒有去看過婦產科 她說 很多人都以為婦產科就是在接生 可是婦產科實際上 婦科的部分還有一大堆病 對 卵巢癌目前大概七成以上 都還是第三期末第四期才發現 就是跟這個案例一模一樣 絕大部分病人都是等到 很脹很厲害才來 所以沒有辦法發現出息 書上都跟妳說 其實我以前做過研究 20年前我都做過研究 因為我不信 我就問她很多病人 我大概抓了200多個卵巢癌病人 問起來發現他們其實最近半年內 都有 但他們當作腸胃病 就是有的擺著 有的去看腸胃科 所以我們腸胃科跟婦產科 常常互相轉介 就是說我這邊沒事 妳要不要看她那邊 而且現在大腸海又多 其實真的要 就是說我常常說 如果這樣的狀況 妳常常這樣子 用消化系的藥 腸胃道的藥 吃了兩個禮拜 都沒有改善 妳要不要婦產科會一下 當然是要女生 男生就不用來了 那時候因為卵巢癌的死亡率也高 到卵巢癌到目前 初期可以存活力 五年存活力可以達到九成以上 可是末期的常常達不到 四分之一的存活力 跟子宮頸癌 子宮內膜癌差很大 所以這些早期 如果早期發現 就是說妳有這些問題 如果持續兩三週以上 其實妳可以考慮 消化系跟婦產科 那如果我們可以沒事 比如說像我已經結婚生小孩 生完小孩之後多久 我們可以去檢查一次嗎 因為卵巢癌用定期篩檢是查不出來的 為什麼 因為不合經濟效益 統計起來大概做 所以變成會增加很多不必要的手術 就是說很多根本也不是問題的 但是卻被處理的 所以醫學到目前全球 用抽血用超音波 都不建議用來大量篩檢 但如果你家族有問題的 你可以考慮 比方說也許三到六個月去做一次檢查 但是健保的立場來看 你不建議說這樣浪費醫療資源 到校所有人都做 這一次的主要目的就是說 這這樣是專門喜歡談智慧的問題 不急等一下就談 談智慧 我要講的是說 那個女孩子肚子大 就好像田律師講的 肚子大你不要以為都是 其實我們之前常常教各位怎麼判斷 除了自己壓壓看 你真的胖壓起來就是軟的 你如果真的是那種 裡面有癌細胞造成腹水頂起來的 或是裡面真的有長硬邦邦的東西 一來就真的硬邦邦邦 因為我們之前還常常告訴各位 最好是永遠去看看自己的肚臍 肚臍 肚臍 你裡面有長癌症的 肚臍是會變淺的 你肚子雖然變大 你肚臍是變淺的 對 如果你是變胖的 肚子變大 你肚臍是變深的嘛 對 所以說你平常就兩輪 真不見底 手指的 軟的嗎 對 那就是胖而已 很胖 瓜哥 我們小時候都說 肚仔沾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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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很深的就表明有錢 所以瓜哥你現在就越來越深 就是因為有錢 因為為什麼 因為錢就是胖 胖就是錢 太可惜了 剛好有錢剛好又很深 肚子雖然這麼巧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那個妇科的沈默殺手 軟超癌 對啊 那其實 軟超癌會這麼可怕的原因 是因為啊 通常發現之後 都已經是比較後期了 第三期了 而且當然軟超癌是在婦產科的 那個癌症裡面 絕容率是低迷的 對啊 我們這邊就分享一個 就是案例就是 之前有這個 大概五六十歲的姐姐好了 叫大姐 我來看門診這樣子 然後她就來說 醫生 我肚子好脹喔 都吃不下 然後怎麼就是 已經大概一兩個月了 對 那當然她已經找過腸胃科醫師了 她就是連胃鏡 然後腸鏡 甚至腹部超音波她都做了 然後腸胃科醫師跟她說 都沒事 真的 那妳要不要去看一下婦產科好了 那我來婦產科之後 就幫她看著就是超音波 她就發現卵巢好像有東西 但是怪怪的 四五公分的腫瘤 但是我們也不知道 確定是什麼東西 這個時候我們就 幫她排進一步的檢查 可能就抽血 然後排電腦斷層的檢查 結果抽血出來發現 她的那個所謂CA125指數 就是那個卵巢癌的指數 正常是小於三十五 那她得 就覺得 對啊 那電腦斷層 妳是有看到 兩邊的卵巢有長東西 對 那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要去做檢查 或是做進一步 就是要去做剖腹探查 就是肚子裡面 就是 無論是 然後甚至旁邊附近的器官 膀胱 然後腸子上面 都長滿了腫瘤這樣子 對啊 所以這種第三 就是常常就是因為軟巢 一開始症狀都很不明顯 可是到後期 可能就是已經就是 長到就是 腸子沾黏 然後所以她才會是腸胃道的症狀 然後她的開刀的時候 都已經第三期了 那為什麼就是這個 到後期她就是會這麼危險 除了是因為死亡 就是她的存活率 其實到第三期 她五年的存活率 就可能就只有 百分之四十%左右而已 那你如果第一期發現 甚至可以表百分之八九十 五年的存活率 可是妳又不痛不癢 妳怎麼在初期發現 要做什麼檢查 所以就很難 就是所以常有時候 比如定期健康檢查 照常很多 就復刻的時候去看 照一照 如果你真的就是很擔心的話 那也是可以跟醫生說 我是說一般如果愛惜自己生命 可能做例行性檢查 所以我想檢查我的檢查 對 而且現在檢查 其實都很方便的 有一些自費的就是 她會說 我要抽所有的腫瘤指數 對 但腫瘤指數高不見得表示 妳就是得這個腫瘤 就是還要配合 就是另外一個檢查 現在目前癌症的治療 那軟超愛對化療是滿好的 效果滿好的 那我們有時候 有把它當成就是癌症 現在慢慢當成一個 慢性病在看待這樣 對 那當然是及早發現是最好的 有一個病人 有一天衝過來 他說那個陳醫師 我肚子痛已經痛苦了 然後我的表現就是 肚子脹 然後排便不太順 容易便祕 而且大病有越來越細 我就說這五年了 那五年你在幹嘛呢 五年我就忍著 那五年了 你為什麼今天想來看呢 因為以前都是因為 前天看到電視 然後他就討來看 結果他說不是 因為我上個禮拜才知道 我表姐 跟我症狀完全一模一樣 結果去醫院 開刀 竟然是卵巢癌 所以他就很擔心是卵巢癌 我說既然表姐有這樣的故事 那我們還是看一下 結果一看 還真的有腫瘤 對 但是一個是個 子宮的肌瘤 大的肌瘤 大家了解 同一個症狀可能有不同的原因 他為什麼會肚子脹 因為子宮越來越大 當然會脹 他為什麼會大便便細 因為肌瘤長在子宮後側 他就壓在那個直腸的位置 所以大便就便細 所以我說好險 你表姐得了這個病 你要謝謝你表姐 提醒你來看 那他就很單純 因為單一的子宮肌瘤 我們就用腹腔性開 也很順利 隔了兩禮拜 突然有一個人又來看診 陳醫師 我跟你說 我是兩個禮拜前 你 我這家人 他們一家人是靠 那一方面的經歷 對…還滿特別 他說我是她的表妹 我上個禮拜 兩個禮拜前看我表姐 開刀開得恢復得很好 所以她想要來開刀 我說她也有 對 我說 你表姐開刀幹你什麼事 她說沒有 我跟你講 我也有子宮肌瘤 可是我也養了七八年 我說七八年怎麼不開呢 他說 他其實開玩笑跟我講 我在等待有緣人 他認為他時機到了 可能碰到一個他安心的醫生 這倒是真的 因為整個環境 還有他要看他身邊的人 開得順他才要來 所以他就來 超音波一看 不好意思 這個不是肌瘤 它是肌腺症 肌腺症是子宮內膜 本來波落應該變成精血 但它逆流到子宮的本體上 它的典型表現是 子宮會越來越大 越來越硬 所以他會痛經 精血多 所以後來說服他 因為他生兩個小孩 我們就溝通一下 我說那你就要做子宮的切除 他心裡掙扎了一回 可是他說子宮切除的一些風險 我們解釋完 結果他就拿掉是子宮 赤子宮切除 什麼叫赤子宮切除呢 因為子宮很大嘛 還要包含子宮頸 以前台灣因為子宮頸來的比例多 所以我們如果要開 會希望子宮頸一起開掉 現在因為子宮頸開掉 比較容易骨盆的下垂這些因素 還有性生活略微有點影響 那我跟他講性生活略有影響 他說那我要保留子宮頸 他也用開刀也很順利 再隔兩禮拜又有一個表妹 所以我看一下是表妹 這個更年輕的表妹 這三幾歲 他說陳醫師 我兩個表姐都開得很好 我也想要來開 這個表妹來了 我問她是什麼問題 他說她是痛心 可是痛久了以後 也是一樣喔 這個肚子脹排便不順利 症狀都一樣 我就一看不好意思 你是巧克力癮囊腫 這個內膜異味症引起巧克力癮囊腫 整個疏乱管腫脹起來 巧克力癮囊腫的典型特徵 就是痛經 還有比較不容易懷孕 因為這個小女生還沒結婚就算了 但是如果腫到疏乱管腫起來的時候 其實是滿痛的 所以我就說你怎麼能忍 我說她就忍一陣子 因為她跟她兩個表姐以前聊天 她們都說她們忍很久 她就跟著忍 所以後來看了這兩個表姐以後 我就說好 妳第三個 妳要不要參加團購一架 我們三個分一起來 不過她後來比較單純 因為疏乱管腫手術 跟巧克力癮囊腫比較好處理 也就開刀開完 所以為什麼我要講這個呢 同樣的症狀 即使是同一個家族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我 我親戚有 我媽媽有 我一定跟她一樣 其實不一定 同樣症狀可能有不一樣的原因 而且其實他們家族有四個 她有一個表姐是卵巢癌的 那我們知道卵巢癌在美國 她叫Cylus killer 就沉默的殺手 75%發現她的時候 都是已經是第三期的癌症 那我們講的這個40歲的case是這樣 一開始她這個是一個未婚的女性 也沒有交男朋友 像這樣的女性是最忌諱婦產科醫師 半年前開始肚子脹 脹開始有點吃不下 齊懷開始過這一兩個月的時候 開始肚子慢慢慢慢有點變大 她周遭朋友不止一個 已經第二個第三科 開始跟她講說妳是不是懷孕 她就覺得有點不好意思有點丟臉 說我連男朋友都沒有 都別人說我是不是懷孕了 結果她就肚子脹 她第一個想到就去看腸胃科 腸胃科醫師一些腸鏡 胃鏡也做了也沒問題 那腸胃科醫師也蠻緊確的 因為他們在教科書上都會說 像這樣疾病還是要看婦產科 那後來她就轉到我們婦產科 結果我們超音波一做 斷成一做 除了一個大的卵巢瘤 又有合併覆水 結果沒辦法像這樣的話 只能開大的手術 我們全部拿掉之後 就證實真的是第一期的卵巢癌 或許要做化療 那這個東西我們要提醒大家是說 卵巢癌 良性的當然很簡單處理就好 癌症的部分其實真的要小心 剛剛提到的像說 我們說這種隱性的殺手 卵巢癌 它其實真的跟遺傳有些關係 就在前半年 我某一天呢 我在旌旗來的前 大概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我肚子會腹脹 然後我想說正常 我以前都是這樣 然後就有一天我的肚子開始 悶痛 早上悶痛 然後我想說一定是盛行快來了 會悶痛正常 然後我就不以為意 我還去工作 還去遛狗 然後還去運動 去健身房運動 就不對 我想說越晚 時間越晚 我肚子越來越痛 痛到就是那種 我會這樣一直發抖 然後維持一個姿勢 你可能換一個動作 我就會 就痛到不行 就很像胃下垂 乘以十倍的那種痛 我想說不對不對 我要看醫生 我還自己坐健身去看醫生 然後那個醫生就問我說 你倒是哪邊痛啊 然後我說 就是大概下腹部這邊痛 那你這樣壓下去會痛呢 還是放開會痛呢 我說 很痛 然後他就說 那你這個有可能是 子宮或者是卵巢發炎 或是怎麼樣 有這個問題 你要去做一下 陰道超陰波 然後我就去做 然後那個醫生就說 哎唷 小姐 你這個肚子裡面 都是那個雞血耶 你怎麼現在才來 就 就是我內出血 然後他就說是我 卵巢裡面 有那個水泡還是什麼 破裂 破了 荒體囊腫 對 我就想說 奇怪我也沒做什麼事情 為什麼他就這樣破了 然後醫生說 每個人就是會有 你就是屬於那種 容易長 腹瘤的體質 因為像我胸部 也是有長那種纖維腺瘤 就是腹瘤體質 然後他說你就是 把它開刀 然後把那個傷口啊 就是什麼電燒 把它燒起來 負相近 卵巢像一個月亮 有陰晴圓缺 它本來隨著週期 應該有排卵 卵泡的成長 排卵卵會形成一個叫黃體 黃體大概會支持 差不多14天上下 那黃體有人比較大 3 4公分不一定 那這黃體要因為運氣不好 有時候會自發性的破 可是破掉的時候 如果剛好在血管 比較多的地方 它也許會流血 其實每個女生 在排卵的整個週期當中 流血50到70CC 是很常見的 你這一定超過150以上 我每天都輸血 因為他說我血濕太多 對 其實在內出血典型的 你到嚴重的時候 當然血壓比較低 你就會有心跳 快不舒服 噁心 這些情形 其實剛出血的時候 在我們婦科比較特別 出血會壓到 我們叫 那個地方是跟職場很近 所以一定會有變異感 變異感有時候去蹲 蹲很久也變不出來 上不出來 還好 你如果那時候剛好又變異 又用力用很久 出血越嚴重的時候 常會昏倒在廁所裡面 那次你住院嗎 我住院 我住了一個禮拜 有開刀嗎 開刀 有開刀鏡嗎 有副槍 坐副槍鏡 那我自己有個案例 他大概是60幾歲的退休老師 然後他來看我的時候 他是說他覺得他 雙手雙腳都會麻麻的 然後已經這樣子三年的時間 我就問他說 那你三年前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他就說 他三年前的時候 那時候有做化療 然後我就說做化療 為什麼做化療 他就說他那時候就是 被診斷是卵巢癌 然後他的症狀也是一樣 就像剛剛陳醫師跟王醫師講的 其實卵巢癌 你要有症狀不太容易 他一開始他就覺得說 他常常覺得肚子裡面會悶痛 然後不太舒服 脹脹的 然後一開始也是看腸胃科 然後腸胃科吃了胃藥之後 也沒什麼改善 然後後來是他一樣就是發現說 他最近好像排便的時候啊 就是有點 要排又排不太乾淨 然後常常就想要去便便的感覺 然後他就覺得怪怪 他連大腸筋都去做了 但是做了之後就是 也沒有發現什麼 那一樣就是腸胃科覺得 這個不對勁 所以就讓他去那個 把他轉到婦產科去 那果然就是去那邊 做了一個超癮科 就發現一個卵巢癌 然後而且已經往後 有點吃到直腸了 不過還好那時候去手術的時候 發現說還沒有吃到淋巴結 所以呢大概就是在二期的階段 那時候做了一些化療 那因為化療的副作用 有時候會造成手麻腳麻 所以他那時候來看 我的手麻腳麻是這個原因 不過他那時候就跟我說 其實他自己算是很緊缺 他有症狀 他就是那種打破砂鍋問到底 他一定要找到原因 他不會說就放著不管 所以他等於是很早期的去找到 就是他軟超癌 那早期治療 其實他那時候過了三年來看 我的時候恢復的還算不錯 那我遇到一個病例 是一個40歲的女性 她是長期有經痛 然後越進來的時候 會腹痛的情況 然後來我們科看的時候 她是之前都自己吃止痛藥 那因為我們神經外科大部分都是在看知識 或者是神經方面的問題 而且他有一些放射線的痛 所以我們那時候還是以那個知識不良 脊椎壓迫來做檢查 那看起來檢查是一個輕微的壓迫 是知識性的推化 那簡單的藥物治療之後 是確實是有改善 可是我還是建議他說 是不是他的經痛的問題 跟他經期有關係 是要給婦產科去看一下 那婦產科看完之後 他回來跟我講說是有一些 可是還沒有嚴重到要處理 越來越嚴重之後呢 他跑來說 跟我說他 那我們把他所有的片子掉出來 就是做一些腹部的超音波那些 出來看 有看到在後腹腔的地方 有一點白白的 像是不知道什麼東西 有壓迫到神經節 那核磁共振跟電腦斷層 確實診斷之後 他是一個淋巴磊 跟神經並沒有太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那時候 當初沒有一下就建議他手術 是因為他的影像血 跟他的疼痛不成比例 所以還是要懷疑是其他的問題 那他的淋巴結 有壓迫到神經之後 他的輕微的痛 有可能放大變成十倍 所以常常有時候在外面 如果檢查不夠詳細 或者是做得不夠仔細的檢查 他手術之後還是沒有改善 那這病人 繼續做顯微手術 還有把一些淋巴結做取樣之後 做化療 目前的疼痛已經大幅下降了 那我來分享一個案例 就是14歲的女生 那他就是也是下腹痛來 那他就是有一個很典型的表現 就是剛剛紫辰跟劉醫師分享的那個案例 就是想要大變然後大不出來 這我們叫做離極厚重 那像我們女生在生產那種 慘痛的時候也會有這種感覺 就是想要大變大不出來 所以有時候女生在生產的時候會那個大便啊 小朋友一起推出來這樣 因為就分不清楚 那種感覺男生不太能夠去理解 對 那這種離極厚重的感覺如果又再加上下腹痛 然後會痛到背後的話 大部分都是跟婦產科有關的問題這樣 那這小女生就是這樣下腹痛痛到背後又離極厚重 這樣拖了一個禮拜他就受不了了 所以他就請他媽媽帶他來我們醫院這樣子 就來醫院的時候就發現 哇他下腹摸得到一包的東西 對 如果說假設那個東西是小朋友的話 他大概有像四個月生孕的大小這樣子 對 所以那時候就做了超音波就發現 肚子裡面真的有一包東西 我們說我們要做個陰道的檢查這樣子 結果他就說他還沒有月經 那我說我們就先看我們不會幫你撐開 結果一看就看得到他的那個處女膜是沒有打開的 對 真正的處女膜它是一個像陰道的組織 沒錯 可是它是環狀的 假設它處女膜就像是一個竹子好了 一截這樣子往下面看的話 它的閉鎖就是它下面那一片都還在 那真正的處女膜其實是有一個洞在裡面 所以沒有一個處女膜不是一個完整的膜 所以也不會說這樣子去穿破它 那有些人先天的處女膜就比較開 那這樣子的話就不會有出血的問題 大家對處女膜的迷思它不是一個完整的膜 它其實要有一個洞的 那它就是沒有這個洞 所以它上面的血都下不了 結果我們把它畫了一個十字之後 裡面流出來的血塊大概600cc 所以這樣回推它大概已經來 月經來了十幾個月了 但是因為它天生沒那個洞 對 所以它就一直積在裡面這樣子 假設這是一個陰道口 其實所有的處女膜一開始是一整片的 但是隨著在胚胎發育的時候 中間要退化掉 所以你看它真正英文名字 我們不叫處女我們叫處女環 它其實是一個環的概念 一個環的概念 那本來是一整片像那個 我們以前那個去撈魚 撈魚的中間應該要慢慢退化掉 可是有人退化的 完全沒退化的人 就會變成一整片 完全沒有開這種很容易找到 因為血就要積在裡面很痛 它一定半年一年之內 一定會來找醫生 那我們就把它破壞掉 可是有一種更可憐 它這個處女環很堅硬 其實它沒有辦法進行性生活 如果它這個時候已經有提早性生 我就沒有這個問題 如果有人願意衝破這一層隔離 那它其實沒有這個問題 可是像這種沒有隔開的 它處女環 膜 通常比較堅韌一點 常常有時候不得其門的路 它會撞半天 因為畢竟男性性器官是比較圓的 它前面又沒有針尖 不過這個很簡單 大概切開其實就可以 沉默的頭號殺手軟巢癌 那麼尤其藝人這個李悅 她有來到現場 她是三期軟巢癌的患者 當然現在已經健康了 恢復了 但是怎麼會被病魔早上升呢 好 說到女性朋友可能覺得 我小腹變大是不是變胖了呢 但小心 會不會是軟巢癌在作怪 其實有不少藝人 那麼甚至名人都傳出罹患了軟巢癌 那麼今天李悅來到現場 要分享自己的一個罹患這個疾病的過程 還有你整個治療的一個過程 你的心路歷程到底是怎樣 其實我的狀況 好像跟別人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我沒有家族的病史 然後我當時發病的時候 我也沒有任何的感覺 就很正常 所以就是說是沉默的殺手 對 真的完全沒有感覺 然後我就是活蹦亂跳 也正在拍戲 所以也沒有太大的警覺 只是那時候就是會覺得 奇怪怎麼就是都瘦不下來 肚子都瘦不下來 因為我們工作的關係 你就會想要把自己 保持在一個狀態 然後就會覺得怎麼 肚子都瘦不下來 然後也很困擾 然後那時候我也跟我的健身教練 兩個人還針對肚子加強訓練 對 因為沒有去想到說是什麼狀況 只是覺得說怎麼都瘦不下來 所以就加強它 然後一直到 其實也過了一段時間 因為你真的沒有特別去在 你只是覺得瘦不下來而已 然後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有一天我在睡覺的時候 就突然之間 那天就剛好只是把手放在這裡 然後睡覺 因為你呼吸的時候 你肚子會往下 可是就有一塊東西它沒有往下 你就摸到了很大一顆圓圓的東西 然後我就整個嚇到 我就覺得這是什麼 你知道不對勁 因為這不是身體裡面 本來該有的東西 然後我後來就抽空去做檢查 那第一次檢查的時候 醫生就說其實 建議你再做進一步的檢查 因為他覺得好像有點不太對勁 然後我又再做了斷層 然後做了斷層之後 檢查出來 醫生就說 你這個是癌症 不太好 我建議你要立刻開刀 當天我看報告的當天 醫生就說 你要立刻住院 然後你隔天馬上幫你安排開刀 然後我那時候 當然心就很慌 就覺得 可是我還在拍戲耶 你突然之間 對 你突然之間 你要跟劇組說 我沒有辦法拍了 你要把我的戲卡掉 就會覺得是造成別人的困擾 而且聽到的當下 你也會覺得 是傻了 對 就是傻了 只是覺得 可是我現在看起來很好 還是可以拍戲吧 都摸得到的話 那它是多大的一個重瘤 他檢查出來的時候 就16公分 其實滿大的 通常8公分就應該摸得到了 16公分 可是你就是沒有警覺到這件事情 那時候因為我有健身 我以為是腹肌 我就以為是腹肌 可是壓下去也就是硬硬的 這樣子 對 你站著的時候摸起來是硬的 但是你躺下來摸它就是圓的 所以因為是睡覺的時候才摸到 那你回頭有沒有去想說 因為也就是作息或者是飲食 怎麼會讓這樣的一個隱形的 不好的東西上了你的身呢 我後來回想 我覺得跟我自己的情緒 還有飲食有很大的關係 是因為我處在一個比較高壓的工作環境 然後我自己又不懂得抒發 我就會給自己很多壓力 然後也不太會去跟別人說 都悶在自己心裡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也是會造成我可能 身體就是有不對勁的自己也會忽視它 就會逞強什麼之類的 然後飲食方面我也是真的就是亂吃 就是加工食品啊我也很愛 然後一忙起來的時候有時候餅乾就是我的一餐 餅乾就是正餐 對 然後或是泡麵啊 尤其像我很愛吃麻辣火鍋 我去吃麻辣火鍋的時候 上面全部都是那種紅色的鱘肉棒 這是我最愛 那時候的最愛 那你吃加工食品 對 就是沒有去在意說食物營不營養 只是想說它可以吃飽這樣就好了 沒有特別的重視這一方面這樣子 所以後來你趕快去做手術啦 對 趕快做手術 然後就做了九次化療 然後醫生也是就是以他的經驗評估 他覺得說我的情況比較嚴重 然後有一點點擴散 所以他會建議我把子宮跟軟巢都拿掉 對 這麼年輕耶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媽媽就覺得活下來最重要 對 然後醫生也是非常有經驗的復刻醫生 所以當下就做了這樣的一個決定 然後做九次的化療 所以我自己真心的覺得就是 如果在發現自己的身體有一些狀況的時候 你就不要去忽視它 如果你已經覺得怎麼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樣 就趕快去看一下醫生也好 檢查一下也好 然後在還可以治療的時候 也就是乖乖地聽醫生的話 因為現在科學跟醫學都很發達 我覺得要相信醫學 然後在還能治療的時候 真的要接受治療 那我事後才知道說其實有很多人是 譬如說他走掉了 他就沒有再回來 然後變嚴重了 想要再回來開刀的時候 其實已經來不及了 就已經沒有辦法開刀了 所以醫生才會不希望我離開 然後當下就決定 好那就住院 然後就是開刀這樣子 其實我很謝謝當時的那個醫生 有勸我不要離開這件事 不然我應該就是又回去拍戲這樣子 可是你現在再回來拍戲 壓力也是很大啊 對 你有再做一些調整嗎 有 你就還是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嗎 我現在會比較注重自己就是飲食方面 如果可以的話 我會盡可能就是保持在1比1比1 就是蛋白質1然後膳食纖維就是蔬菜1 然後還有澱粉1這樣子 就是保持一個均衡 因為我看有很多的數據其實都顯示 很多疾病的發生都是因為你的血糖在震盪 對 那如果說你一開始先吃蛋啊 好的油脂這些的話 你就可以防止那些生血糖的指數 讓它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在這樣子 就是我現在會還蠻注重這個部分的 會比較小心一點點 其實我們知道女生的生理結構 本來就是比較複雜的存在 對 那陳醫師來跟我們說說看 我們要怎麼去對峙這樣的一個殺手 其實卵陶癌目前有幾個大特點 第一個它年輕化 我所謂年輕化就像李悅這樣子 三幾歲是一種 第二種是它的症狀因為不明確 它初期的症狀可以說沒症狀 慢慢的肚子大一點開始吃不來一下 一個女生肚子大一點 如果剛好吃不下 它會很高興 會在正中間還是偏哪裡 不 通常會中間 大概是鼓起來的感覺 那一開始會以為小腹肥胖 那小腹肥胖它會去減肥 減肥開始吃不下 接下來體重慢慢變瘦 它剛好會很高興 通常大到一個程度 覺得怪怪的 有點面黃肌瘦 才會被旁邊的人壓去看病 通常都是這樣 第三個其實它的典型特徵是 它不容易早期診斷 所以要診斷的時候 幾乎都第三期第四期以上 我們簡單講一下它的分歧 大家比較有個概念 卵巢要比較特別 卵巢如果都長在單獨的裡面 那卵巢有兩顆 所以如果左右都有可能 它在第一期 如果已經破到旁邊 到旁邊疏軟管 或者子宮的表面的話 這個叫第二期 那如果說已經吃到旁邊 像骨盆底那邊的話 甚至跑到淋巴 就是我剛剛講 已經到隔壁鄰居 對面鄰居有了第三期 跨到橫隔膜 像肝腎其他器官 就是所謂的第四期 那你會發現這樣講分歧 那有什麼了不起 但問題是不容易發現 我來分享一個 我自己經歷過 最年輕的一個小女生 十五歲 那我們先講他們最常見 叫上皮細胞癌 上皮細胞癌 假設是一個卵巢 卵巢的表面 因為也許排卵 因為某些因素 遺傳因素 壓力因素 使得它卵巢的表皮 產生病變了 這叫上皮細胞癌 我曾經有一個 十五歲的小女生 其實那時候 我剛好還年輕醫師 住院醫師要值班 晚上六點多 急診打電話說 有一個小朋友肚子痛 我想小女生肚子痛來幹嘛 很煩你知道嗎 值班的時候看到這個 那一看是不是壓力大 他說他爸爸說 以前常常喊肚子痛 但這特別痛 通常有點站不起來 那我們看小女生 六十幾公斤 胖胖的肚子大大的 那大概就是小女生 壓力大 國三嘛念書 超音波放下去 哇哦不對 裡面呢 一堆堆腫瘤的感覺 而且裡面都是水 我們在超音波看的時候 附水我想他大概也是 類似這樣 因為卵巢癌會刺激 裡面產生很多議題 所以他附水就很多 那我們一看就不太對勁 但是家屬第一句話就說 不會啊他還沒有交男朋友 等等之類的 我先說明一下 不要把婦科疾病 都賴到男人身上 其實不一定都是我們男人害的 那於是開進去 果然就是一個蠻嚴重 第三期的卵巢癌 那於是他們就去檢討 就像剛剛也有 大家都在檢討一件事 所有的癌症每個人都會檢討自己 就跟婚變一樣 每個人都檢討自己 檢討不了自己 哪裡做的不好 就檢討小三 其實在我們醫療上 我們不太喜歡拼命檢討 因為檢討已經無際於事 先治療 這個小女生很可能是跟 那個遺傳略有關係 肥胖有關係 我們分析卵巢有幾個高危險因子 其實沒生育是一個大原因 但15歲你就知道生什麼育呢 所以如果可以早生 我們講這30歲以前完成生育 一個到兩個其實風險下降四倍以上 為什麼 第一個 卵巢在懷孕的時候是休息 對 我們在一年 你一次懷孕大概一年到一年半 連後面的那個衛男 你有一年半的卵巢要休息 你想想看 如果現在放你一年半的假 你會不會覺得你生理好很多 對 那我休息了三次 我可以降低一些風險嗎 大補下降是 基本上很低 但是我要講的是 人生也不一定 我大概要分享故事 那第二個就是 比較肥胖的人 但我們講的胖是蠻胖的 BMI可能27到30以上 不是那種肉肉的 第三個 反正是高油脂跟高糖分的飲食 那這個小女生其實就典型 我這個年代 那個珍珠奶茶跟炸雞 是不可能當成一餐的 可是你去看 現在學校旁邊的小吃攤 珍珠奶茶加炸雞 其實它是一個A套餐 你可以這樣選 所以當它如果從六七歲 小學一直吃到國高中的時候 其實它比我們早接受的這些刺激 其實就有影響 所以為什麼這個飲食文化 我相信是有關係的 至於熬夜壓力 那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它的症狀 非常的不典型 那我再分享一個 其實很多人會忽略掉 這也是我們目前婦產科 在做一件事 你看喔 肚子脹脹的 肚子變大了 吃不太下 什麼情形會模仿這樣子 懷孕 我們最近連續接獲了幾例 就是懷孕 我有一個個案 我印象好深刻 八年前 它曾經 它因為不容易懷孕 懷孕後來不孕症 做了一些治療 很幸運的懷孕了 全家都好高興 生完了三個月 肚子還是脹脹怪怪的 一開始大家只是覺得 你情緒不好吃不下 身材恢復比較慢 結果還不太對 三個月再去檢查 肚子裡怎麼都是附水呢 一看果然還是卵巢癌 開進去已經到第三期 那很可惜的是 這個蔓延得很快 它大概不到半年就走掉 所以小孩不到一歲 就走掉了 那這個其實父母親都 那個就是先生 所以發現發病率 就等於致死率 幾乎是這樣嗎 有這麼可怕嗎 卵巢癌其實發現的時機 常常是第三期 我們剛剛講 它常發現的時候肚子脹 肚子脹基本上一定 跑到外面產生腹水 這已經到第三期以上 第三期在早期我們的治癒率 大概只剩兩成多一點點 但現在因為藥物的治療進步 其實可以到四成多 所以為什麼不要妄自菲薄 那我不是叫所有懷孕人 都很害怕 接下來這個故事一講出去 所有懷孕人 我肚子脹 我吃不下 我覺得肚子越來越大 上次有病人就是看到網路這樣 他就來說 我肚子越來越大怎麼辦 我說你懷孕本來 肚子就會越來越大 第二個 我吃不太下 你本來吃太快也會吃不下 你看你體重還增長那麼多 其實不希望造成太多的擔心 但是我們要講說如果莫名的 脹得太嚴重 吃不下 甚至我們曾經有病人懷孕 肚子大大的 但臉瘦得像那個飢荒一樣 就不正常 那一定不正常 的確還是一些癌症 那最後一個我要提到的 其實是處理態度 像李悅處理態度就很好 這是我六七年前 我那個月印象好深刻 同一個月有兩個卵巢癌病人 全部都是三十二 三十三歲 都很年輕 兩個進來都是一樣第三期 第一個開進去 哇 裡面八千CC的附水 第二個 第一個略為胖胖的 大概七十公斤上下 第二個其實瘦瘦的 五十幾公斤而已 他的附水更多 九千CC 好 開完的態度 第一個開完的呢 開完以後他逃避 因為他必須做化學治療 那第一開始傻傻的就來做 做一個化學治療 他就覺得不舒服 他就不見了不來 打電話給他 他媽媽就說他一直勸他 他就不願意來 三個月以後再回來 附水又漲到八九千了 那這次我們說再開一次 他就不願意了 那再隔兩個月 就送到急診來就沒了 可是我要講是另外一個 九千CC瘦瘦的那一個 其實這小女生 其實他也沒結尾沒生育 其實來都是家裡來照顧的 那很樂 很樂觀 他就配合治療 說醫師你叫我幹嘛 我就幹嘛 但是他只有一個要求 可不可以早點回去工作 因為他很喜歡工作 他在遊去工作 他裡面的團體都很喜歡他 都說他是Part-time 還不是正職 但是位置都幫他留好 三個月多月以後化療治療 我們整個化療 大概要三到四個月 治療完 他說陳醫師我可不可以回去上班 我說好啊 你回去上班 結果他回去真的上班 一小段時間 可是很可惜他的確第三期 那之後再復發 大概又做了快二幾次的化療 大概還是延續了三年左右 還是走了 你可能會說陳醫師你講這個白搭 最後還是走了 可是我要講處理的態度不一樣 於是他多了兩年多到三年 他跟家庭的關係就 他爸爸常來照顧 我後來有跟他爸爸聊 他說起碼他兩三年 他跟他去爬山 對 他想做的事情也做完了 對情緒跟飲食真的很重要 是的 所以為什麼最後 每次遇到卵巢癌 所有人都會希望說 我們可不可以提供一個卵巢癌 妙方 標準當然我會說早點生 而且研究顯示 三十歲以前 如果能生一個到兩個人 你的風險真的大幅下降 第二個你的體重要控制 我其實我自己也是胖的 我們要叫你當一個瘦子 不用像彭于晏體脂那麼低 但是不要當一個BMI27以上 其實你大概24到27 就標準漏漏的沒有關係 但是不要超胖 好 是的